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王朝之一 华夏族自汉朝以后逐渐被称为汉族 由此可见汉朝对后世影响深远 汉朝能够延续400余年 有一个重要原因是 因为29日皇帝中大部分是明君 只有少数昏庸无能的皇帝 这才能够让汉世的生命力持久旺盛 不过在汉世初见的时候 国家出了第一个临朝称制的女性 那就是吕智 她为司马迁列入记录皇帝正式的本纪 开了外戚专选的兴盒 后世对于吕智的评价是极高的 汉出大臣黎商之子黎济平 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 刘邦更是评价吕后 臣而足矣 还有人将他和汉惠帝汉文帝放在一起 因为他们趁天下出令与民休息 神职柔人不拔之德 历史上有多少朝代是因为穷兵独武而走向柔弱的 比如隋朝 隋文帝开创盛世却被他的儿子隋阳帝 连年征战热得怨声载道 还有宋朝的衰弱也有部分原因 吕后作为汉朝第二位实际长群人 数年来执政位政平稳 保持社会稳定 但为了维持自己权力 他打压皇室成员 扶持外戚势力 铁血手腕丝毫不属于男子 其实早在刘邦还在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个女强人了 吕智第一帮众 刘邦家为储君所辅 后来达成合议后被放回 回汉后成为汉决策集团重要人物 先隔刚义的他 首先杀掉了怀音侯韩信 震惊朝野 辅佐刘邦八年间更是镇压叛逆 打击割据势力 在朝堂之上有他的一席之地 这为他事后掌权 做了充分准备 刘邦死后 儿子刘盈继位 也就是吕智的亲生儿子 吕智有理由主掌大权 广元前188年 月遇寡欢的刘盈病逝 太子刘公被立为皇帝 他自己则领朝听政 行使皇帝之权 此后 吕智为了巩固自己手中的权力 独断专行 扩大家族势力 打压刘氏 甚至许多皇族成员 都被他杀害 手握大权的吕智 可不是一些诸侯王能够对付的 但在众多的诸侯王之中 有一位诸须侯刘章 他锋芒毕露 但吕智却不敢杀他 这是为什么呢 刘章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 不是汉慧帝这一脉 而是其道慧往刘肥的次子 在吕后掌权期间 公元前187年 他被封为朱须侯 在这一年中 吕后封了许多的自家人 而且还将侄子吕路的女儿 嫁给刘章 这才将他封为侯爷 这样的封上 恐怕对于身为刘家人的刘章 必定是不能忍受的 二十岁的刘章力气很大 身为皇室成员的他 却不能得到相应的官职 只是作为汉庭的侍卫 这让他心中愤愤不平 终于在一天 他的不满情绪爆发了 公元前182年 吕后举办一场酒宴 而且让刘章入宫适逢 并令其担任酒力 刘章认为自己是虎将的后代 若是要兼酒的话 自然是要用军法 吕后同意了 随后刘章又趁着酒性 唱出了讽刺吕后的词 他说 深耕之后 接着播种 苗要说老 不是同类 坚决产出 在场的都是忍惊 谁都能听得到 这句话的暗讽之意 刘家人是不满吕后专权的 吕后沉默不语 不久 有一个吕氏族人 喝醉了酒 离开酒席 刘章追过去就杀了他 后来向吕后禀报 有一人逃离酒席 臣执行军法杀了他 如此按照军法行令 吕后和大臣也不能 奈他如何 行此一宴后 吕氏一族的人都害怕刘章 生怕刘章不讲理 直接杀死他们 而刘章的硬气 也让朝中大臣看到了希望 他们归附于刘章 由此刘氏势力 重新强盛起来 那么 吕后为什么没有直接跟刘章撕破脸皮呢 毕竟他已经杀害了许多的刘氏皇族 其实不是吕后不想 而是他没有足够的实力杀刘章 当年刘邦分封之时 将管辖七十多座城的齐国 分封给了刘肥 如此 齐国是众诸侯国众最强的一个 汉会第二年 吕后就想着要铲除刘肥 为刘盈巩固统治 他在一次宴会上想要毒害刘肥 幸得汉会帝提醒刘肥 刘肥这才逃过一劫 他这才知道原来是手中的侍弟 爱着吕后了 刘肥献出承阳郡 作为陆远公主的封地 他这才能够安全离开长安 这样一来 齐国的封地到了吕后手中 吕后将封地分为四块 给了不同的人去掌管 可即便如此 吕后还是不放心 所以齐王刘肖的弟弟刘章 被召回汉庭 其实是充当人质的 若是吕后杀害刘章的话 势必会打破双方之间的平衡关系 对他的统治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而且 刘章手中确实没有实卷 也没有势力 成不了大忌后 如此吕后才没有杀掉刘章 另外 刘章的妻子是吕露的女儿 也就是吕家人 但夫妻二人感情和睦 并未产生惊喜 在后来 诛灭吕氏时 他还给刘章提供过情报 如此 吕后很有可能 想要借助吕家女儿 拉拢刘章 还有一点 吕后无法确定刘章的立场 若是擅自主招 很有可能引发刘章背后的势力 那就是汉朝的一批开国功臣 虽然吕后已经架空了他们 但这些人联合起来 也不是吃素的 从上所述 吕后实在是没办法杀掉刘章 这就导致大臣们 以为吕后惧怕朱旭后 他们可以拥护刘是皇族 虽然最终 刘章没有被拥立为皇帝 而是刘恒继位 视为汉文帝 但在诛灭吕氏的过程中 刘章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以一千北军 迅速出击 斩杀 驴产 控制南军 从而获得最后的胜利 事成之后 他被封为 成阳王 但两年后 就暴病而亡了 刘后早年确实是 非常善良 贤惠的一个女子 这一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 其一 刘后下嫁刘邦 她并没有不愿意 刘后被他爹吕太公 嫁给刘邦的时候 刘邦年纪比他大 十多岁 如果嫁给一个比自己大十多岁的成功人士 一般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刘邦 一文不明 还好吃懒做 到处惹是生非 就这样 绿后也没有一句怨言 这样的姑娘显然是善良 贤惠的 其二 刘邦四处浪荡 绿后却得帮他养四生子 刘邦不但一无所有 还和曹寡妇苟和生下四生子刘肥 但刘邦有了四生子 却还是四处浪荡 全然不顾刘肥 吃喝死祸 所有这些都是吕后在做 放在当下这个社会 一万个姑娘中 要找出十个没有奄言的都很难 但历史上 并没有吕后这个后妈 虐待过刘肥的记载 其三 刘邦丢掉工作 吕后担惊又受怕 养家又养他 由此可见 在刘邦起兵造反之前 吕后确实是一个温柔的 贤惠的 厚道的人 但是在刘邦死后 吕后残杀气夫人 迫害刘邦其他儿子 最终试图夺取刘邦江山 其所作所为 凶残而霸道 本来是个贤惠温柔的姑娘 为何最终变成这样 老巫婆形象的人了呢 我觉得 造成吕后后来性格变化 有几个关键节点 其一 刘邦让气夫人随君 是吕后心里变化的起因 刘邦在早年穷困的时候 吕后一直无缘无悔地 帮刘邦养家户口 他能做到这一点 是因为他相信 他爹吕太公的一句话 觉得刘邦将来是 能够成大事的人 看到了希望 这是他的男人 只要这个男人将来发达了 自己也没有白辛苦一场 但是后来 刘邦刚刚拉起部队 打天下的时候 又娶了一个七夫人 和七夫人朝夕相处 把他带在身边随君 在古代 男子有三妻四妻也不算什么 但这事儿 吕后接受不了 因为刘邦在很长时间 都只有他一个女人 吕后苦熬 就是为了自己男人 将来能发达 现在刚出现一些发达迹象 这个男人变成别人的了 他心里如何想得通呢 其二 刘邦不管他母子死活 是吕后心里变化的发展 刘邦攻进棚城以后 就不死进去 整天喝酒看戏 与女人鬼混 结果 项羽反打过来 刘邦逃走 他老爹刘太公 还有吕后 及吕后的一对儿女 都被项羽抓住 被项羽抓住了 吕后肯定希望刘邦回来复仇 把他们解救出来 但是 刘邦根本就没有这样做 当项羽威胁刘邦 要碰了他爹的时候 刘邦却说 我爹就是你爹 你要碰了我爹 请分给我一杯肉汤 刘邦对自己的爹上即如此 何况是吕后 及吕后的儿女 刘邦根本就没有想要 把他们救回来的意思 后来 幸亏项羽没那么残忍 又在别人的帮助下 吕后及儿女才护救 但是 假如项羽当时心意狠呢 吕后不就死了吗 可以说 这件事发生后 吕后看见了刘邦的 无情与残忍 其三 刘邦想换太子 是吕后心理变化的高潮 吕后显然早已对刘邦死心 他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 希望有朝一日 儿子当上皇帝后 自己能够成为人上人 出一口恶气 但是 刘邦突然要换太子 一旦换了太子 可以说 就掐灭了吕后的最后希望 换太子给别人 倒也罢了 偏偏要换给自己的 情敌气夫人的儿子 这个叫刘如意的儿子 年纪又小 又不是长子 又不是嫡子 刘邦偏偏要给他 可以说 这件事几乎让吕后崩溃 虽然后来 他采用姜娘的计策 近来商山四号 暂时度过这场危机 但是 威胁其实并没有解除 直到刘邦临死前 他还想杀掉反快 以此一步步打击吕后 可以说 这种担心受怕 已经让吕后的心理 处于疯狂的鞭言 最后 当刘邦去世后 原本善良贤惠的吕后 终于爆发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